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嘉嘉 自寧生年起,樓市高企不落 對於杯水車身的我們,買樓真的妄而卻步 到真的要買樓的時候也有諸多的顧慮 比如有些人會擔心買高一點的話 空氣會不會比較稀薄呢? 而買低了的話,大家都知道 廣州的霧霾天氣又比較多 空氣質量又會不會比較差呢? 對於這一個又一個的問題 我們今期節目就為大家一一展開調查 而且在調查之前,我們也會先問問街坊朋友 在買樓的時候,你們遇到什麼問題想搞清楚呢? 房價的話,還是有點貴的 房價肯定貴了,跟十年前不能比 太高又不好,特別我們老人 對於目前的廣州房間,大家都普遍認為很貴很貴 所以買樓的時候就需要更加謹慎了 對於買樓的人來說,一般關心什麼問題呢? 調查組還知信了樓盤的銷售人員 一般在買樓的時候,消費者會最著重哪幾點呢? 以一個消費者,比如看對這個項目為計 首先最著重的就是價錢 第二個就是戶型產品 第三個就是朝向和景觀 這三個最主要的消費者考慮的問題 好像第一點價錢的話 當然希望越便宜更好 但是第二點又為什麼呢? 第二點就是介紹一個樓盈產品 譬如同一個面積段的產品 譬如一百方的樓盈 我設計到三房或者只有兩房 這個功能性已經決定過客人對這個產品的認同 這個就是戶型產品的考慮因素 第三點呢? 第三點就是朝向和景觀 很多人都喜歡肯定藍邊 這個朝向就會影響到他一個購買 還有一個景觀 就是我開不開陽 或者我看這個景色是否舒服 亦都會是一個選擇 購房時的一個很大的因素 採訪當中 我們可以大概了解到一個規則 就是在賣房的時候 大多數人追註的問題有 房價、物業產品、朝向和景觀 以及交通等問題 而其中最關心的就是房價的問題 目前廣州的房價到底是一個什麼水平呢? 今天其實想請教一下你 現時廣州的一個樓價情況 普遍是怎樣的? 現時廣州的樓價其實分兩大利 一個就是市中心為主的一個樓價 一個就是市交為主的 市中心現在的樓價 基本上都去到三萬多四萬多以上 市交的樓價大概就看情況 基本上都是一萬到兩萬左右 差價都會去到差不多兩萬三萬 甚至乎更高的 從銷售經理的介紹當中 我們知道 廣州的市中心和郊區的房價 相差在一萬到兩萬之間 差價都是比較大的 除了地理位置不同 價格不同 不少人比較關心之外 最近網友還提出了一個問題 那就是對於同一棟樓來說 那是高層房價高呢? 還是中層的房價高呢? 另外陳中間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在同一棟樓來說 那會不會說中層的價格 比高層的價格要高或者低 會不會存在這樣的情況呢? 這個一定會存在的 那如果以正常 我們廣州樓價的定價的策略來說 就是越高越貴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廣州的建築物度都是比較高 那你越高 那它的景觀視野就會 越開闊和越漂亮 那價格當然會越貴 那據我所知 我們現在所處於的這個樓盤單位 就是在越秀區一個比較出名的樓盤 我們現在好像是在26樓 那這裡最高層是多少樓? 這個最高層是38樓 38樓 那如果是按照這裡為例的話 價格差又有多大呢? 據我所知 好像這邊學校和一些醫院 以及商場都是配套設施比較齊全的 這個小區就是 那如果以我們這個樓盤來計 正常來說 每一層的層差 就按面積這樣計 就是每一平方的話 差價都會去到幾百元以上 每一層 所以對於廣州而言 中間層和高層相比較 除了最頂層 房價是越高越貴 如果說是同一棟樓的情況下 那會不會說中層它的升值潛力 比高層要大一點呢? 沒有這樣的說法 因為會結合很多因素 如果以我們這個項目為例 高層可以望光的 那你說這個升值空間 是否會比不望光會高很多 那如果是普通的住手環境呢? 普通的住手環境呢? 其實它的數值越高的樓層 它的升值空間就越大 越升得起價 那什麼叫做數值越高呢? 等於它的綜合 譬如景觀 它的朝向 還有它的視野 這些結合在一起才可以說得到 因此對於廣州的樓盤來說 高層的升值空間要大一點 但這個不是絕對的 因為樓盤的價格起伏 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 包括市場以及地價 還有樓盤本身的朝向、景觀等等 除了價格問題之外 住在天河區的張先生 也跟我們發出疑問 他就說家裡有一個老人家 最近就經常出現空悶 以及呼吸困難的現象 他就在這裡懷疑 會不會是現在住得比較高 所以老人家才會出現這些 不舒服的情況 那到底是不是這樣的呢? 我們一起去調查清楚 網上不少的網友表示 住在高樓的 出現呼吸困難和空悶的情況 一般是由於高層的氧氣 濃度比較稀薄 而且高層的溫度比較低所導致 那事實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究竟是不是因為缺氧的原因呢?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廣州某高層住宅 28樓的位置 一起來看看它的氧氣濃度會是多少 現在我在我手上拿著這個藍色的顯示 就是氧氣濃度的測試 一起來看看這個位置的氧氣濃度 會有多高 那經過了測試之後 那經過了測試之後 發現在28樓的氧氣濃度 就是達到了21%的 通過了28層高的樓房氧氣濃度的測試 發現氧氣的濃度是21% 那是否樓層低一些 氧氣的含量就會高呢? 我們現在來到大廈的中層18樓的位置 一起來看看氧氣濃度會不會有變化 那經過了測試之後 發現是21%的 為了實驗的嚴謹性 調查員接下來又測試了中層部位的17樓和16樓 經過測試之後 在17樓的相同位置氧氣濃度就是20.9%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看 在16樓的位置氧氣濃度會有多少 那經過測試之後 發現氧氣濃度是20.7% 通過檢測 以18樓的氧氣含量為21% 18樓的氧氣濃度為21% 17樓的氧氣濃度為10.9% 16樓的氧氣濃度為10.7% 樓層越低反而氧氣濃度越低 而不是高層氧氣稀薄 隨後 調查員還測試了一樓的氧氣濃度 現在我們就站在整棟大廈的最低層 我們馬上來看看 在一樓的位置氧氣濃度會有多少 那經過了測試之後 發現一樓的氧氣濃度就是20.9% 所以對於30層左右的樓房來說 不存在樓層高氧氣濃度低 也都不存在樓層低氧氣濃度低的情況 所以樓層的高低和氧氣濃度並沒有太多的關係 不會因為樓層高就會產生缺氧的狀態 除非2000米以上的高層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網上關於說到樓層越高 氧氣濃度就越少 只不過是留言 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老人家出現呼吸困難和空悶的現象 有些人就說住得高一點的話就會比較冷 而且現在又是冬天 那會不會是老人家的血氣不運行 所以導致他出現空悶和呼吸困難的現象 北方的冬天雖然冷 但是每家每戶都有這個供暖的設備 而對於南方的冬天來說 冬天就顯得比較濕冷一些 很多人就會說高樓層的樓就會比較冷 那天河區張先生家的老人家出現高層呼吸困難的原因 是不是由於高層冬的緣故呢 這塊呢就是說 不能說完全是冬天的關係來的 但是總的來講 就是醫學觀察也發現 就是說氣氛下降的時候 就是說主要是冬天 我們南方來講 冬天季節 心腦血管病的人肯定是會多一些 為什麼呢 這個天氣寒冷以後呢 血管疏縮 然後呢作為中老年人的話 那個血管的那個收縮條件呢跟不上的話呢 有時候呢就剛剛提到的這個 這些類的疾病的人 會明顯的會比夏天會整個會多一些 所以來講就是說 你之前提到這個溫度下降來講 應該來講就是肯定會有點關係 所以溫度和人的呼吸 是有著一定的關係的 溫度低的時候 容易誘發老年人的一些疾病 而對於廣州而言 30層高度左右的樓高層 是不是最冷的呢 我現在手上的這個儀器呢 都是剛才的那個氧氣濃度測試儀 不過同時呢 它都是可以測到實時的溫度的 那我們現在就看到 在28樓的位置呢 溫度是18.5攝氏度的 通過測試 28樓的溫度大概是18.5攝氏度 那麼中低層的樓 溫度又會不會高一點呢 究竟28樓最高層的溫度 和我們中層18樓的 相同位置的溫度 會不會有不同呢 我們現在馬上揭調了 那經過測試之後呢 發現18樓這個中層的位置呢 它的溫度就是18.9攝氏度的 18.9攝氏度 相對於18樓來說 高了0.4攝氏度 為了知道是不是流程越低 溫度就越高 調查員準備測試之下 17樓和16樓的溫度 我們現在來到17樓的相同位置 一起看看溫度是多少 經過測試之後呢 發現是18.5攝氏度的 現在我們在16樓了 一起來看看它的溫度會有多少 經過了測試之後呢 我們發現16樓的溫度是17.8攝氏度的 通過檢查發現 除了中間層18樓的溫度 18.9攝氏度 比28樓的18.5攝氏度 高了0.4攝氏度之外 17樓的溫度只有18.5攝氏度 16樓的溫度只有17.8攝氏度 溫度反而越來越低 那是不是從18樓往下 溫度就會越來越低呢 這個測試之後呢 一樓的溫度就是 攝氏16.9度的 一樓的溫度是16.9攝氏度 通過和這個18樓17樓 和16樓的溫度相比發現 不是高層的就溫度高 反而是中層的溫度是最高的 中層到底層溫度會越來越低 上一節當中我們為大家展開 調查了關於樓層高低的價格 和它的溫度問題 接下來就為大家調查一下 關於樓層高低的空氣質量 以及噪音的問題 最近幾年關於空氣霧霾的問題 幾乎每天都被人討論著 而最近網上流傳 買樓不可以買這個9至11層 亦都有人說 不可以買30米左右高的樓 那真實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 偏溫電腦的溫度 這個高低跟這個空間的高度 它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所以我們做過這個監測 所以我們也沒有具體的數據 來去支撐哪一層的樓層 它的2.5度高 具體是變化的規律是多少 為此 調查小組就開車來到廣州塔附近的一棟高層的居民樓 準備測試每層樓的PM2.5的情況 到底空氣質量測試是否導致那位老人家 會出現空悶和呼吸困難的原因呢 那我們現在就拿著這個PM2.5的空氣質量測試 而來到某大廈住宅的28樓 來測試一下它最高層的時候的PM2.5數值會有多少 同時也都為一些觀眾朋友解答一下 樓層的高低和空氣質量會不會有關係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馬上來測試一下 在28樓的這個地方PM2.5的數值會有多少 經過測試之後我們發現 28樓的位置PM2.5的數據是 44微黑每立方米 而PM10就是84微黑每立方米 通過測試 28個單位的PM2.5的濃度為 44微黑每立方米 PM10的濃度為84微黑每立方米 那是不是真的正如網友所說 9至11層的樓房是最骯髒的部位呢 調查員繼續實驗 究竟9到11層的空氣質量 是否真的好像網友所說的是最差的呢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了同一棟大廈的11樓 來測試一下它的PM2.5的數值 看看它的數值是否真的比28樓 我們測到的數值要大 這樣就可以證實到網友的這個說法是真還是流的了 那我們馬上就用這個PM2.5的測試儀器來測試一下 好了 經過了一分鐘的採量之後 我們發現在11樓的PM2.5的數值就是43微黑每立方米 跟剛才28樓其實相差不大 PM10的就去到了90微黑每立方米 通過比較 11樓的PM2.5含量比28樓少了1微黑每立方米 但是PM10的濃度就比28樓高了6微黑每立方米 這樣10樓和9樓又是一個甚麼情況呢 經過了一分鐘的採量之後 我們看到在10樓的位置PM2.5就是42微黑每立方米 而PM10的數值就是82微黑每立方米 從這兩個數值來看都比28樓的數值要低的 不知道我們的9樓又會是怎樣的情況 我們現在繼續來到同一棟大廈的9樓位置 一起看看這裡的PM2.5空氣質量是怎樣的 經過了一分鐘的採量之後 我們發現PM2.5和PM10的數值其實跟10樓是一模一樣的 分別就是PM2.5是42微黑每立方米 而PM10就是82微黑每立方米 最後我們再撒到一樓去看看它的空氣質量 跟我們中層以及高層的會不會有不同 PM2.5其實就是可吸入的科粒物 有網友就說越住得低層的話 這個空氣質量就是越差 因為可吸入的科粒物它不是漂浮在空中 它是沉浸在一個地底的表面 現在我們就來到一棟大廈的最低層 就是一樓的位置 看看一樓的PM2.5它的空氣質量會如何 經過一分鐘的採量之後 我們發現數據顯示出來的結果 其實跟我們樓上測試的 就真的相差不大 在我們一樓的位置PM2.5的數值就是 46微黑每立方米 而PM10就是89微黑每立方米 通過不同樓層的比較 我們可以知道其實樓層的高低 和PM2.5並沒有幾大關係 那麼PM2.5的濃度 到底跟哪些因素是有關的呢 人流和車流包括這個社會的這種活動 都會造成這個忽然的排放 但是隨著這個城市的發展 現在我們也有一些高架路 包括我們的這個內環路也是比較高的 這種排放應該說是在那個 這個120米這個空間 它是屬於一個立體的一種排放 環境檢測局人員表示 PM2.5還跟區域環境 和空氣流動有著很大關係 那麼老人家呼吸分難 會不會是跟PM2.5有關呢 在這個某些特定的時間段來講 就是我們的PM2.5的話 可能也是有一些這個超標來的 可能會甚至達到輕度 或者甚至中度的一個污染 那這樣的話呢 實際上來講也是有影響的 因為已經提到的 那中度污染呢 肯定是有很大的影響 那這種情況的話呢 就是從我們老百姓來講呢 肯定還是要注意了 就是包括這個 如果是預報 這個Pi電污比較超標的時候 這個早上這個不要太早開窗 也不要太早起來去斷鏈 因為這樣的話呢 這個可能會這個 對人體會有危害來的 國家PM2.5標準規定 PM2.5在24小時之內 只要在低於75微克 每立方米就是合格的了 所以空氣質量 並不是影響 老人家呼吸困難 空門的原因 那老人家呼吸困難 到底是甚麼原因呢 難道我們今天的調查可以知道 不同柳高的PM2.5 氧氣濃度和溫度 都是不會影響到老人家的健康的 那現在就剩下一個問題 就是噪音了 那究竟噪音 是不是會影響到 我們老人家身體不息的呢 我們一起去調查一下 噪音 城市發展無可避免的一個產物 串流不適的車樓 高速生產的工廠 都是在製造著噪音 但是我們普通的高樓住宅 是不是會受到噪音的影響呢 同一棟樓 不同的高度 身內的噪音 有著幾大差別呢 一般來說 如果家裡的選子不好 比如說在納交橋比較多 又或者是火車站的附近的話 噪音實事不然會比較大 那還有呢 晚上也會影響到我們休息 還會影響到我們健康 那如果說在普通的住宅環境當中的話 一般就不會有甚麼過大的噪音源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一個住宅區 現在在28樓的位置 一起看一下最高層28樓 它的噪音會有幾大 經過測試之後 在28樓的普通住宅環境當中 噪音的分貝就達到了58.4分貝 我們現在來到住宅樓的中層18樓的 相同位置 測試下它的噪音大小會是多少 那經過了測試之後 發現在中層的位置18樓 它的噪音大小是53.2 隨後調查人員測試了17樓 和16樓的噪音分貝數 分別為55.5分貝和58.1分貝 和28樓的分貝數相比並沒有太大差別 那底層是否噪音就是最大的呢 調查員繼續測試 這個測試呢 似乎不會導致人出現空門和呼吸困難 這塊應該不是太明顯 這塊主要是指明顯的操作範圍 特別是剛才提到的 如果你是在主幹道旁邊 在高架橋旁邊 在車流量很大的一個路邊 這樣的一個住宅區的話 應該是會有影響 所以居住條件下的聲音 不喜歡影響老人的健康 並不會出現呼吸困難或者空門的情況發生 以從調查的情況來說 如果賣樓的話 單從價格上來說 廣州市房價是越高越貴 升值空間一般也是越高 升值空間就相對較高 而關於高層氣溫低 高層氧氣濃度低等問題 樓層高低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而對於想賣9至11層 或者更低層的街坊來說 也不用考慮空氣質量的問題 因為這個空氣質量 是和大的環境 空氣的流動有關 而噪音一般也只和周圍的環境有關 和樓層的高低並無關係 相信在生活當中 很多朋友在買樓的時候 都會有諸多顧慮 通過我們今期的節目調查之後 你就可以放下心頭大石 無論是哪一個樓層 只要你喜歡的話 都可以放心購買 就不用有太多的想法 還有一點想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家裡有老人家的話 就盡量避免不要賣太高的樓層 因為好像我們節目當中 那位老人家 他就因為樓層過高 而產生了恐高的心理 在這裡就要提醒一下大家 下期同樣時間 我們會準時為大家播放更加精彩的內容 千萬不要走開了 下期同樣時間我們再見 拜拜